早晨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0年12月13日 星期日 大家好 這節是聯合廣播 我們 要研究一下 本港的話題 因為最近 搬到來 BREPRO之後 比較沒有那麼深入 否析香港的政局 因為香港的新聞和時事 有很多負面 大家的興趣對於香港的政治 也很冷感 不單止我們 所有媒體去報香港的事情也是很冷感的 其實這陣子的政治話題 很多人都不想聽 因為聽到很多議問不開心 反而 說一下娛樂 八卦 甚至乎是自助餐 也有很多view的 Hotlist YouTube的香港排名 排第一的Hotlist 就是講自助餐 早幾天 現在跌到第九 第十 那個叫做 曆山酒店的 長江旗是曆山酒店的自助餐 被人彈得一文不值 座位好像大陸人那些走爛檔 桌布是不適合的 長到隨時被擊死人 我也有看的 證明了一件事就是 大家已經開始轉移了視線 坦白說是正常的 你猜我們 做時事節目 很想說香港新聞嗎 我們也不是很想說 很不想說 因為太不開心了 一宗好的新聞也沒有什麼時候 今天 不同了 大家最痛恨的建制派 有黑獲出現 一定是會大大力去說 中國有一句成語 叫做了盡工床 整句叫做 非了盡 糧工床 搞兔死 酒狗烹 現在這群酒狗 就要入烹 想起來都興奮了 沒錯啦 大家準備好些辣椒醬油 隨時打火鍋就是拿他們的酒狗來打火鍋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我們在早幾天就說紫荊黨的橫空出世 其實還未夠深入分析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 其實分析一些建制派裏面的來龍去脈 其實是特別 這個盜獄的 正如我們預測 香港的走勢 反對派 死亡之後 建制派要被人打換血 預備被人放血 這次我們估計 以民建聯為首的這些本地的 建制派 因為大陸 現在的 走那一套 變回老毛時代的最極端 最極端就是要跟你說成份港出身 香港出生 你的可靠程度已經減一半 懂得說廣東話 廣東話是母語嗎 再減一半 我可以大膽預言 未來的立法會 由主席到下面的酒狗 全部要說 暴動話 你少說廣東話 馬上被人投訴 好像現在的幼稚園一樣 遲早會發生 我反對他在這裡說廣東話 然後那一套就被人趕出去了 然後那個主席就不知道是不是大後九 還是大後九 還是大後九 也不會說的 可能就換了一個 把他拉出書 換了一個把他拉出書 把他拉出書 把他拉出書 其實我們兩個應該OK 可以做的 加入建制派 重新加入建制派 重新加入共產黨 我們錯過了這個機會 因為我們這些人 是叫做黑五類 所以是在死 回到去 只會被人綁住 一顆棍母郵街 剃陰陽頭 如果我們會做立法會議員 只會做香港共和國的立法會議員 除此以外 我們一定不會碰 現在香港政府的事情 如果你說做香港共和軍的政委也可以 好 我們講講今次我們要講的甚麼新聞 紫荊黨 我們要講講紫荊黨一出生之後 即時惹來建制派 聲風血雨 其實他們已經聞到朕脫了 知道 他們 是要就快被人更換 但是一班既得利益者 坐在廟堂之上 拿著香港市民供養他們的 鳳樂 還要 不用做 然後 經常在那裏睡覺開會 又有些有錢人 買大集蟹 炒股票 炒股票 這班垃圾 在大陸的人民眼中 你們是甚麼來的 你們連豬狗也不如 因為你開人大也不可以這樣 你投贊成票 你就專心一點 集中精神 人大也不可以抄筆記 然後投贊成票 你就不要在那裏按股票 其實人大也有睡覺 但是 他們睡覺是通常後排的那些前排不敢睡的 因為睡了很嚴重 怕那些人受到就糟了 但是 香港的那些不同 香港領正牌炒股 買大集蟹 熬劇 看女 大家想一下 你這班人在大陸的人 根正苗紅的大陸人眼中 你們是甚麼來的 你們 只是靠殖民地的餘瘟 在香港這個地方 扮起洋鬼子 你們一些 對祖國的承擔也無何況對香港 你們不是真正的愛愛港 沒錯 先說說新聞 有幾則新聞 先說一則 就是說一個 宋小莊 這個宋小莊就是 全國港澳理事會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的教授 一聽就知道這些是垃圾 在明報撰文 說到這個 立法會的 留會問題 除了因為有議員倒彈 倒彈的那些已經走了 也是因為建制派有不少議員 缺席 將矛頭直指建制派 即是說 因為他們缺席 造成了 劉會 宋小莊進一步指出 對於某些議員 議會指示兼職 還有政績 章華峰 章宇人 功能組別的那些 主要說的是 暫時大部份都是功能組別的那些 暫時 這一刀是不會劈下去 民建聯盜的 大家知道共匪的處事作風 當年老毛發動文革之前 首先就是講海瑞罷官 為什麼 因為他們說海瑞罵皇帝是罵得對的 間官嘛 忽然一句話風一轉 海瑞也不對 海瑞本身是左派 但是 加入了右派司令部 即時海瑞變了一個人人得而豬之的右派 然後 誰是海瑞 就要抓海瑞了 現在 首先 講一些功能組別出來祭旗 對香港的議會一直都是這樣 香港 有 民主派 有些比較溫和 他們覺得比較激進一點 不能溝通 甚至乎 有些會出來搞抗爭 會出來拉布 會在議會擲東西 當年就是這樣 然後有年輕人出來搞港獨 把那些 港獨邊緣化 假裝不會打那些溫和民主派 一直都假裝不會打的 拉一派打一派 我們說回這個激進派當時有三個人 一個叫黃毓民 一個叫陳偉業 一個叫長毛 當時怎麼打擊他呢 不是直接打擊他 是拉攏李卓人 這個何俊仁 還有 那個 黎家傑 拉攏民主黨 公民黨 公黨 做甚麼 修改議事規則 可以把他們趕出去 當時這些就叫做勾胡自己人 那時候有 其他敵人要處理 他們就是喜歡拉一派打一派 他們團結大多數去打擊一小部分 你這三個人就是他們要打擊的對象 所以 當時就拉攏民主黨 公民黨 公黨 修改議事規則 使得所有的 事務委員會都可以把人趕出去 以往只是大會主席的一個權利 到了那次修改議事規則之後 所有的事務委員會的主席都可以趕出去 會造成甚麼後果 做成為主席大了 而主席 又是建制派做了 那就是所有人都不可以反對 所以他對香港其實一項都會這樣做 一向就是表面上有得談的人 他們以為是自己人 我講的是那些跟他們有交易的 民主黨 公民黨 最後 他要收緊的時候 就一樣會移動 就好像今天一樣 今天 他連民主黨 公民黨也移動了 那好吧 你們就自己走 現在那個 戰線就回到自己人那邊了 一直往左邊移動 一直往他們的共產陣營那邊移動 所以真的還沒那麼快到 民建團公園會 還沒那麼快 現在 他們開刀的第一個對象 就是張華峰衣炸 張華峰衣炸是外國勢力 西商會 那個是林健鋒 林健鋒也是 這些是殺無射的 林健鋒是大袖蟹 可以扣亂我 張華峰是睡覺的 林健鋒是少睡覺的 林健鋒是外國勢力 背後是 西商會 西商會 全部是外國勢力 代表美國的這個人 張華峰也是 張華峰也是外國勢力 拉進去啦 有甚麼理由拉肥佬黎不拉他 他跟外國的聯繫 比肥佬黎更緊密 代表商界 代表美國利益 接下來 接下來 我們估計會清除一班功能組別 換了全部都是 這些可能是大陸佬 想想想 要寫信給上面 國安公署不動 剛才說的幾個人 就去寫信給中紀委 張華峰我們暫時放他一馬 因為他買大閘蟹也是買兩樣情戶的 如果讓我知道他買這些 西洋蟹我一定 舉報他 麵包蟹 麵包蟹不行 麵包蟹是八國出的 一定是買中毒出的嘛 你不用擔心 他應該也是買外國貨的 大陸佬蟹也有些英國有些德國的 所以我們現在分析 第一步 當然要清除功能組別 其實第二步 民建聯已經開始害怕了 因為 民建聯裏面的人已經向外面放風 廣東話也不會說 怎麼從政啊 開始害怕了 因為這把刀其實很明顯 表面上是針對功能組別 實際上是針對民建聯 因為 你們 也不是好得很多 你們有多少個全職 當然你們也有很多 利用這個職權去搵食的人 民建聯很多 似乎我們說這個話題應該一節說不完 我們也要多說一節 因為還有幾個相關新聞都還沒有說 不要緊 我們認為民建聯其實是第二把刀也會刀的 不過第一把刀也不會刀得很大力 可能選一兩個 但是主力是要清招民建聯 因為 你們 是在香港生出來的 他們現在不相信你們 說到這裏 下一節再說 拜拜